内政部的空情总队肩负救灾救难五大任务 庆祝成立20周年 总统赖清德呢也是南下共襄胜举 现场海豚直升机黑鹰直升机编队飞过参观台 场面是相当壮观 而总统赖清德呢除了感谢空情总队的努力 也承诺会持续提升救援量能 首先登场的是由三架A4365 三架海豚直升机列队打头阵 气势磅礴通过参观台 UH60M黑鹰直升机紧跟在后头 队形整齐划一 向总统赖清德与现场来宾致议 空情总队庆祝成立20周年 回顾成军来的点点滴滴 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南下共享盛举 空情总队肩负空中救灾救难 救护运输和观测征询五大任务 在零四零三花莲地震和山陀额台风 都能看见他们救援的身影 赖清德也承诺未来会持续提升救援量能 升级后的直升机将能有更好的搭配 松山基地的整件预计也将在2028年晚宫进驻 持续强化空中救援量能 记者文匪科技高蔡真树 胡杰伦SNG小组台中报道